我们都知道西方世界应该说 它整体上起来 其实也是最近500多年的事情 而开启西方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什么呢 大航海时代 可是就在那个大航海时代 我们中国人也在往海里跑啊 我们的郑和在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 刚才也有老师讲到 那郑和的船队 可是比哥伦布麦泽伦的船队要大得多 它是上万人的规模 而哥伦布麦泽伦那就是百十来号人的规模 所以后来利马逗啊 就是那个船教师利马逗到中国之后 他就发现一个问题 他说中国在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 但是郑和下西洋 没有去寄予别的国家的土地 他们只是顺便带回来了一点土特产 这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个爱好 到哪里带点土特产 西方文明史上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叫做凯撒 凯撒有一句名言 叫做我来了 我看见了 然后我征服了 那请问 你看见了土地凭什么被你征服 你问那些被征服的人怎么想 可是我想如果我们也去理解郑和的想法 他一定会有下面的一句话 叫做我来了 我交朋友了 然后呢 我回家了 come back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族是说孔夫子教导的民族啊 孔夫子最重要的那本书叫做《论语》 《论语》的开篇第二句话叫做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可能有人有疑惑说 老师啊 我们正是因为郑和下西洋 只是带了一点土特产 没有去搞殖民地 所以我们错过了大航海时代 那我想请问各位 如果郑和也像哥伦布麦哲伦那样 也像西方的殖民者那样 那中国还是中国吗 中国之所以是中国 就在于它是一套法天择地的文明 这个文明是一个 追求自己活 也让别人活得更好的文明 这就是早上呢 那个王世民老师讲到的 天行见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窥君子以后得载物的精神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学者的话 他说的很有道理 他说 面对那个陌生的他者 面对他者怎么办 一般的人类原始时代 面对他者是会有敌意的 面对那个充满差异的他者 中华文明总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方式 把那个他者变成可以和平照面的你 然后进而呢 我们一起交流互动 再变成我们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 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当中啊 应该更多地去传播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视角 我们的视角